8戶房子 可是事實上是隸屬6戶人家 所以只要有無損的部分 上人非常慈悲 就是說我們這6戶 我們全部是協助他們應急金 我們這個叫做應急 就是他們現在都有的是住在外面 安置 政府有安置 所以這段時間他們需要生活費 所以我們就是給他應急金 例證三天後重回現場 發現房屋毀損的情況很嚴重 甚至還有地層下線深達一層樓 那麼慈激志工今天再度前來關懷 為6戶人家準備了應急金 同時也帶來污滋包 裡面有香雞飯 香雞麵 無辜粉跟營養品 希望在外面安置的這些民眾們 可以有東西吃 稍早的時候志工也已經把這些祝福 跟應急金都交到了民眾手中了 而這回地震 雙倍